哦 excuse 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购物分享 那如果大家知道我呢 知道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做购物分享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个这一次购物呢 是可能是有必要要说一下 因为这次真的买了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斯富兰的一个打折活动的购物分享 那大家知道斯富兰的一年他会打两次折 一次在四月份 一次在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那次力度比较大是打八折 那四月份这次呢 是打八五折 如果你是Vib或者是Vib Rouge呢 那应该是打八五折 如果你只是Beauty Insider BI呢 那你就只能打九折 所以呢 我是Vib Rouge 所以呢 这次有八五折的活动 那通常这种活动呢 它都是全场打折 所以在他们店里和网站上都可以打这样的折 所以呢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因为大家都知道斯富兰的东西都是比较高端的品牌 然后都比较贵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实在是不舍得买的东西呢 可以趁打折呢 赶快收一些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呢 你知道你会不停的使用 也会不停的回购 那可以在这个机会呢 多囤一些货 那我这次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买太多的东西 不过呢 买了一些我觉得都是蛮喜欢的东西 而且一直很想尝试的东西 所以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是在网站上买的 所以呢 这个是这样一个大盒子 我们就先从这个护肤品开始吧 那这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套装 它是这个Sunday Riley的Power Couple Kit 那Sunday Riley呢 我最近一直在听很多人都介绍这个牌子 因为很多人呢 都说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呢 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呢 我一直都不舍得去尝试 然后这一次呢 我说我也去试一下他们家的东西 它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这两个产品呢 都不是正装 都是可能试用装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就是里面的产品已经蛮多的了 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产品好不好用 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么贵去买一个东西 然后又用的效果不是很好 就我觉得很不值 那这个套装呢 它是78块 然后再加上打85折 我觉得就很超值 因为它通常的这个 就是这个Good Jeans这个精华 它一瓶就要105块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如果你想尝试这个品牌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 入门的一个产品 那他们家的呢 这两个呢 它叫Power Couple 基本上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那这个Good Jeans这个精华呢 号称是可以让你淡化你的细纹 淡化你的黑色素 让你的肌肤均匀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一个所有的 你想要你的护肤产品做的事情 它这一瓶都能够做了 就是一个很全能的一个产品 那它的这个 嗯 质地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嗯 就是在手上试的感觉很好 我有试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呢 没有办法一次肯定没有办法 就是说 嗯 能够看出来有什么效果 所以呢 如果我用的好了呢 以后可能会在最爱产品分享里面给大家报告一下 那这一个Luna Oil呢 它是一个晚上的一个Sleeping Oil 就是一个油 是夜间用的 有点让我感觉好像 嗯 让我想起那个QS有一个也是蓝色的一个瓶子的一个夜间用的一个精华油吧 应该说 它的这个产品呢 很特别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产品呢 是很蓝色的 它滴到手上呢 是蓝色的 然后你就把它 嗯 推到肌肤里面去 它就变成 嗯 这种 就透明的 就没有颜色了 然后它在手上的感觉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 很多人呢 也都说 这个产品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的Holy Girl 所以我也很期待去试一下他们的这个产品 那他们家呢 有好几个油类的产品 还有一个Juno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想试用那个产品 据说那个产品呢 比较适合 干性的肌肤 所以 嗯 但是呢 这个LUNA呢 也是很好 它有一股茶叶 茶叶的那种香味 不是说特别的浓 也不是说特别难闻 嗯 啊 这一个产品呢 有点难闻 就是我没有办法形容 就是像什么东西 就臭臭的那种感觉 但是 它就是说 它里面 我感觉就是它里面有一些 呃 什么成分 它是有点臭臭的 但是呢 它又在里面加了一些香料 又想把它弄得比较香 所以就是那种香臭混合的那种味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 反正就是 对我来说好像不是特别好闻 但是 啊 在 反正它 它不会说很冲的那种气味 所以 呃 大家应该 呃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其实是对这个香味比较敏感的 所以 呃 我觉得还好 因为用过一次也没有什么 就是过敏的反应啊 什么的 那这一个产品呢 也是 我很开心的 拿到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就是 呃 Peter Thomas Roth 的一个面膜的组合 也是一个套装 然后他们这个里面的面膜呢 呃 呃 没有呃 正装 也都是这种试用装 但是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瓶子也是很大的 所以呢 我觉得也能够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呃 因为我其实很想尝试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因为他们家面膜很出名 但是呢 也是很贵很贵的东西 所以呢 我想说 呃 如果是这个套装呢 可以把他们家这几个呢 全部都试一遍 然后呃 呃 看看哪一个好用再去买它的正装 那这个黑膜呢 我用过 然后大家普遍反映 就是这个绿膜和黑膜都很 很好 这黑膜呢 就是能够把你的 就是所有的脏东西都吸出来 这个绿膜呢 就是有这种 呃 就很舒服 呃 凉凉的 然后有那种就是 舒缓的作用 然后保湿的作用 所以 大家都对这两个尤其是 就是比较赞 嗯 然后 但是呢 呃 最吸引我的呢 其实是这个24K金的这个面膜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看呃 呃 不是Castling Lights 那个 Jaclyn Hill 他在一个购物分享里面有说过 然后我看到以后就说 啊 我一定要试一下 但是据说这个面膜其实不是特别好用 但是呢 就是很好看 呃 大家也知道我完全是这个外貌打 所以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 呵 就完全 呃 你涂上去以后呢 就一个跟一个这个奥斯卡的小惊人一样 呵 那种感觉 所以 其实我是蛮期待 期待试一下 但是 据说这一个不是那么好用 没有那个他们家的那个 呃 就是绿膜和黑膜要好用 说到Peter Thomas Roth呢 其实我最想买的是这个产品 其实这一次购物呢 主要我就是为了买它 其他的那些都是附加的 那这个产品呢 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我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了 都没有舍得去买 因为 呃 这个东西实在太贵了 所以呢 我知道他们家会有这个打折活动 所以我一直忍着 然后等他们家有这个打折活动 我才去买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Professional Strength 3% Retinol Plus 那它这个是一个雷霆A的一个油 嗯 大家都知道 其实雷霆A呢 是一个对肌肤很好的一个成分 那 嗯 但是很多雷霆A的这种产品呢 它都需要医生开处方的 因为它是比较强力的一个成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会让你的肌肤会有点不适应 嗯 而且尤其呢 我发现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反应呢 就是用了雷霆A以后呢 那个皮肤就非常的干 就拼命的脱皮什么的 但是我就很怕 因为我是非常非常干的皮肤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尝试类似的东西 所以呢 呃 但是近一期呢 我一直都在听大家都都在说这种雷霆A啊 或者是什么乙醇酸啊 什么的 就类似这种 呃 药用的这种成分在护肤品里面 所以呃 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就听到有人介绍说这个油 因为它是一个油 它不是那种膏 所以呢 它更保湿 所以如果你是干性皮肤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可能就是入门级的雷霆A的一个产品 呃 它有3%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还是算蛮强力的 虽然不用去开处方 但是呢 我也很希望去能尝试一下 那雷霆A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呢 就是它会 它其实是维他命A的一种 呃 然后它呢 是能够让你的皮肤加速新陈代谢 就让这个死皮呢 快速的脱落 然后新的皮肤长出来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会让皮肤呢 比较不适应 所以这个油呢 呃 我听这个评论说 它非常的温和 所以呢 不会让干性的皮肤呢 那个皮肤越来越干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就是期待去尝试这个产品 如果我用的好了 那也会回来跟大家报告 那最后一个护肤类的产品呢 其实算是一个回购吧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Clear Sonic的一个刷头 那我原来用的那个呢 是它原来就带着的那个 是敏感性皮肤的那个刷头 就是每一个你买Clear Sonic的 它都带一个那个 然后我后面呢 就觉得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有点渣渣的 当然我也知道那个刷头呢 应该是已经就该换了 因为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 人家说三个月一换 我已经用了可能有六个月了吧 所以呢 早就该换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买了一个它这个两个包装的这种套装 这个两个包装呢 比你单个买呢 要便宜很多 再加上打85折 所以就很超值 那我后面呢 去做了一下功课 然后大家都说呢 这个提亮的这个刷头呢 其实是最柔软的 我本来想买那个 就轻薄皮肤的那个 但是那个我有很多人都说不是特别好用 然后如果你想要很柔软呢 还是用这个 而且这个呢 它说可以让你的皮肤提亮 然后很有光泽 然后可以让你的这个黑色素 也淡化什么的 然后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我就觉得 哦 这个就是我需要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两个的套装 那这一个呢 我有用过 然后我用的它确实是比就是原来带的那个 敏感皮肤那个刷头要软柔软很多 然后你就感觉上呢 好像它没有那个那么强力 但是我用完以后呢 我真的觉得皮肤具有提亮的效果 所以呢 也很推荐给大家 嗯 当然我只是用了几天 所以还不知道说长期的效果是怎么样 但是就这几天用过的我的感觉呢 还是非常推荐的 下面呢 就是彩妆的部分了 我第一个彩妆产品呢 我想到想买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BECA Backlight Priming Filter 那它是一个primer 妆前乳 那据说呢 这个妆前乳呢 大家 很多人都很推崇 尤其是适合干性皮肤 它这个妆前乳呢 它不会说让你的肌肤很闪 但是呢 它有一种 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呢 就会有一种自然从内到外的这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 而且虽然是妆前乳 你把它涂上去以后呢 然后你再涂你的这个粉底 它还是会透出来 这个光泽它还是会透出来 就是它不会让粉底完全的盖住 所以呢 如果你是那种 就是希望说能够 就用那种雾面的那种粉底呢 你用了它以后呢 它还是会让你的肌肤很控油 但是呢 就不会像那个雾面的那个看上去那么死板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光泽透出来 所以 对这个油性皮肤呢 也很好用 不会 就是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说 就用了这个产品以后会长痘痘啊什么的 都不会 所以呢 也很给大家推荐 今天我的这个妆容呢 就有 这是我第一次用 我刚刚录了一个这个妆容的教程 如果大家喜欢 想去看呢 我会把链接链在下面给大家 嗯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 嗯 这个感觉 就是很 它不是特别闪 但是就是由内到外的这种光泽 就是 啊 非常好 突然发现在镜头上我的脸好像比脖子黑很多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Bobby Brown 的这个粉底条 然后这个 当时我去试色的时候 就是比较 对我的肌肤来说 其实是比较黑的 但是当时那个更浅一号的那个色号呢 又比我的皮肤又白 所以呢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两个要选一呢 我情愿选那个稍微黑一点的 所以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脸跟脖子颜色不一样的 不要介意 OK 说到那个粉底颜色黑呢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Make Up For Ever 的这个粉底液 它呢 这个是 Face & Body Foundation 那 我听 Kathleen Light 说 这是她全世界就是 Number One 最喜欢的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呢 它的这个特色呢 就是它大部分都是水 它有大概超过75%的水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非常的稀 就是你涂上以后呢 就是很稀很稀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就是完全就 马上就会渗入到你的皮肤里面 所以你涂上以后呢 一点点的妆感都没有 我试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只可惜呢 我因为在网上买的 所以这个颜色没有挑对 大家看到有多黑啊 这个 简直太黑了 所以 就是一定要拿去换 但是这个质地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我觉得夏天特别适合 它这个叫Face and Body 所以呢 你的身上也可以涂 我在想说我结婚的时候呢 跟大家剧透一下 会穿一个就是这种抹胸的这种婚纱 所以呢 我的这边就是所有的手背呢 这边都会是光的 然后我的手背呢是有一点点这种 嗯 就是小疙瘩你知道 就是遗传的 因为我们家所有就是我弟啊 我妈妈那边的人 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也没有办法解决 不管你涂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所以就很难看 就这边有这种小颗粒啊什么的 就是很恶心 所以呢 我到时候可能会涂一些 粉底在手臂上 所以我也很期待去换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颜色 然后去试一下 我最近呢很喜欢makeup forever的东西 所以呢 嗯 买了几个都是他们家的 那这个呢也是别人给我种的草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眉笔叫做 Prosculpting Brow 那这个呢是三合一的 我很喜欢它这个理念 它有一头呢是这种 就是有点三角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这个 它是这个形状的 所以呢 你画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好涂 然后呢它因为有一个一头很尖 你可以画的很很尖 就是像后面的这个细毛呢 你可以画的很精准 那前面呢这边呢 又有一个比较粗的一头呢 就可以画前面 然后如果你是要快速的描 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可以把它这样 横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快 就不像那个Anastasia 那个brow width 就是他们的这个 Prosculpting Palette 那这个是一个修容盘 这个产品呢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 嗯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好像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后来看到人就不停的介绍它 不停的介绍它 我就觉得 嗯好像又有一点点感兴趣了 然后就嗯这样刚好趁打折就把它买回来 因为这个我觉得它价格不便宜 然后很多人呢都说它的这个包装呢有点 因为都是塑料的 然后就有点廉价那种感觉 我很同意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确实是不错 它呢这个修容盘呢是 呃膏状的 那其实我呢很少用这种膏状的修容产品 呃就是膏状的产品我都很少用 所以呢呃我这次呢也是想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到底好不好用 因为其实膏状的产品呢比粉状的要呃涂上去要自然 而且呢有的时候用手就可以不用用太多的工具刷子啊什么的 其实我今天是本来应该是要用刷子 我今天也有就是用这个盘来呃打造这个修容的这个部分 那我它这个修容的这个呃颜色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你打上去以后呢呃这边看不出来有什么 但是你一侧过来就等看到你的脸呢就非常的有立体感 就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产品 然后它也很好推就特别特别的丝滑那种感觉 然后你推到皮肤里面呢一点都看不出来就很自然的一个啊产品 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高光提亮的一个但是是没有这种很闪的这种成分 就是比较雾面的 就是比较雾面的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高光提亮的 它但是它呢就是比较闪 所以呢它是就是在这个颧骨这边啊鼻头这边就很好 然后啊这边呢有一个腮红的颜色 这个腮红的颜色呢很让我想到就是NARS那个orgasm 它是有一点橘色的就橘红色的这个红颜色 然后如果你想让它颜色就更跳一些 你可以就是很buildable 就是你可以一层一层的涂 然后就能让它的颜色一层一层的加深 但是呢如果你就想很自然呢稍微就像我们今天稍微涂一点呢 它也就是能弄的很自然 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盘 也觉得有点名不虚传的这个感觉 如果大家对修容呢比较不在行呢也不知道该怎么修呢 它很贴心的里面还给你附了一个小册子 然后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脸型啊什么的 你去怎么修容在哪一个部分用什么东西 它都讲的很清楚 所以这个也是很贴心的一个地方 最后两个产品呢是Urban Decay的 这个就是我的Naked Skin Concealer 我今这次买的呢是Medium Light 那因为通常呢大家看我用这个产品呢 我是用的应该是Medium 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点黑 所以呢这一次就买了一个Medium Light 然后我觉得跟我的这个皮肤呢 还Match的蛮好的 但是呢那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买一个更白一点的 就是因为我还是想让这个遮瑕膏呢能够起一点提亮的作用 所以我会可能再买一个比较白一点的色号去 在这个眼角啊下面这个倒三角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边T区这边呢稍微给它做一下提亮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个我已经不用多说了 大家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那这一个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新产品 因为今年的这个Color Correcting很火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色彩修容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中文 然后呢所有的品牌呢都出了这种Color Correcting的这种产品 然后有膏状的有液状的 然后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其实这个Color Correcting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了 只不过就是今年的突然就火了一把 所以呢这个Urban Decay它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修容 就是色彩修容的这种产品 那Color Correcting呢就是用颜色来中和你的所有的这个瑕疵 就比方说如果你皮肤暗沉呢 为了中和这个黄色呢 他们就出了紫色的这种修容 那如果你是比方说有痘痘啊什么的 或者是有这种高原红的啊 就是这边一直都是红通通的 那你就可以用绿色的 因为如果大家学过这个色彩呢 在这个调色盘上就是对应的颜色 比方说红色跟绿色是对应的颜色 我这不是想给大家的笔中指啊 那个对应的颜色呢它就会中和 比方说红色跟绿色 然后蓝色跟橙色 然后黄色跟紫色 这些都是对比色 所以呢我基本上这个原理呢 就是用对比色来中和你脸上的一些瑕疵 那像我呢就是有很严重的黑眼圈 那黑眼圈呢它是其实是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底色的 所以呢黑眼圈呢就可以用这种 稍微发橙色的一个这种颜色呢来中和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三文鱼的颜色 这种三文鱼的颜色 那它这个呢叫peach就是桃色的 其实是也是有一些些橙色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它这个质地呢跟他们家的这个 Naked Skin Concealer是一样的质地 所以呢非常的轻薄 但是呢饱和度非常强 遮瑕力非常强 我以前用的这些这种color correcting的产品 尤其是在眼睛下面 因为我眼睛下面有很多这种褶子 所以我通常呢都会一直在不停的晕染 一直在不停的晕染 一直在不停的拍 然后拍着拍着它那个颜色就没了 所以就起不到那个作用 然后他们家这个产品跟这个产品 两个加起来 上天送我的礼物 真的是太爱了 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今天也有用 如果大家想看我怎么用呢 可以也是可以到下面的视频来里面去看 因为今天的视频里呢 我用了很多这里面的东西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给大家推荐 他们也一共有好像四个颜色吧 就是绿色这个桃色粉色跟这个紫色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的这个情况呢 来选择不同的颜色 OK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斯夫兰打折活动的这个购物分享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想下一次打折活动的时候呢 下一次应该是11月份嘛 当然现在还早 但是如果大家想我在打折活动之前 给大家出一个视频 然后去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比较推荐大家在打折活动的时候购买的东西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到时候我会在打折季 开始之前给大家出一个我推荐的产品的视频 因为我很喜欢看别人的这种类似的视频 也找一些灵感 去看看我需要买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我的推荐呢 那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别忘了给我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 加我的微博app itslindawai 然后就可以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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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